普京对索布恰克有多忠诚 谢钦就对普京有多忠诚 1996年索布恰克败选 普京副市长也不干了 谢钦马上跟着普京辞职 后面就是狗血江湖情大戏 普京惊天营救索布恰克 耶利钦刮目相看 普京逆风翻盘到莫斯科上班 顺手带上了死忠助理谢钦 接受他担任对外经济事务管理局 境外资产工作处处长 谢钦在哪里上班都规矩而忠诚 他有一个习惯 每天都是站着上班的 在圣彼得堡是这样 到莫斯科还是这样 为此还特意设计了一个 他个人专用的斜面工作台 谢钦后面伴随着普京一路高升 坐稳了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 谢钦还是圣彼得堡派系的联络人 原来索布恰克这边 他们还有个师弟叫科扎克 索布恰克1996年败选后 科扎克心灰意冷 跑去开律师楼去了 普京坐到总理后 叫谢钦过去劝他出来帮忙 谢钦把科扎克约出来 在他车上谈了几个小时 才把科扎克又劝出来从政 后来2008年 科扎克坐到了副总理的位置 负责过2014年冬奥会 普京任总统后 谢钦做过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2003年扳倒大寡头之一 尤科斯石油老板 霍多尔·科夫斯基 谢钦担任了 尤科斯石油争夺站的总指挥 具体的夺取过程 已经查不到详细信息了 总之他参与了 对霍多·科夫斯基的全套法律诉讼 将霍多·科夫斯基送去吃牢饭了 同年 谢钦1982年出生的女儿英卡 也嫁给了俄罗斯总检察长 乌斯基诺夫的小儿子 算是双喜临门 俄罗斯核心权力权 很多人现在都有姻亲关系 盘根错节 尤科斯石油的全部股权 被国企 俄罗斯石油 以270亿美元买走 2004年 谢钦亲自负责了 尤科斯国有化的全国城 他创办了 贝加尔财务集团公司 用这家公司主持了 尤科斯最大的子公司拍卖会 2004年6月25日 因为城市霍多尔科夫斯基有功 谢钦入选俄罗斯石油公司新董事局 7月27日出任董事局主席 谢钦至此完成从高餐 到能源部门改组设计师的转型 为其后掌控国企能源部门 打下牢固基础 其政经地位一路攀升 虽然他做了许多工作 但一直十分低调 那时从不接受新闻界拍照 在媒体上很难看到他的照片 俄罗斯媒体说 他是像一个没有面孔的幽灵 此后谢钦官员亨通 先后干过总统助理 联邦副总理 国际统一电力股份公司 董事局主席等 至今他还拥有俄罗斯石油 0.127%的股份 价值约8300万美元 光2015年就获得了 1100万美元的报酬 在普京如同俄罗斯天神一样的 光芒照耀下 普京的影子谢钦 逐渐成为一名强大的政商寡头 其地位难以撼动 不过总有人不信这个邪 想看看能不能撼得动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 乌刘卡耶夫就很有兴趣试一试 乌刘卡耶夫是一名资深政客 1980年代就结识了 叶利钦手下的红人 丘拜斯跟盖达尔 常在一起开会讨论经济问题 1991年 盖达尔任副总理时 乌刘卡耶夫加入了他的团队 任经济顾问和助理 2000至2004年 担任过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2004至2013年 任俄央行第一副行长 2013年6月24日 任俄经济发展部部长 这个履历相当生猛 属于俄罗斯经济圈 独当一面的人物 但还是没有谢亲猛 2016年 乌刘卡耶夫就俄罗斯石油收购 正在私有化的 另一家国有石油公司 Bashnev 50%的股权产生了分歧 谢亲希望通过这次收购 扩展生意 乌刘卡耶夫认为 现在的新寡头们太强大 垄断地位要得以恶助 坚决反对 这就将谢亲惹火了 双方谈了几次都没谈通 2016年10月 谢亲报案说 自己在15号的印度古阿的 第八次金砖峰会上 被乌刘卡耶夫 所贿200万美元 否则他就不让俄油收购案通过 从古阿回来后 谢亲向俄联邦安全局进行举报 2016年10月14日 谢亲邀请乌刘卡耶夫 到他莫斯科河岸边的办公室 聊一聊 也看到有资料说是下午5点 聊完后 谢亲给了乌刘卡耶夫一个篮子 那是俄油给别人的传统礼物 篮子里一般装着野味香肠和红酒 但这次篮子里多了一个灰色的袋子 里面放着2万张100美元现金 乌刘卡耶夫走出办公室 将篮子放到自己宝马车后时 俄联邦安全局的人冲出来抓住了他 并将纸币逐个编号登记 作为呈堂证供 证据确凿 乌刘卡耶夫立即被普京解职 被判所会去吃八年劳饭 现在还没出来 2万张100美元现金还是有点重量的 我估计乌刘卡耶夫是看到了钱 篮子那么沉 正常人肯定会有反应 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 收了这笔钱 但他没想到后面还有后手 乌刘卡耶夫是苏联解体后 被抓捕的最高纸别官员 一时朝野震动 全俄罗斯上上下下 再也没人感动谢钦一根毫毛 到这篇文章发稿时 谢钦手下的公司拥有29.6万名员工 已成为普京手下控制俄罗斯能源市场的要员 也是普京最为放心的一枚棋子 不过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 虽然有罗腾伯格镇守基建 有吉姆秦科和谢钦把控能源 普京还需要有人控制舆论 打通金融 以及保卫核心政权 科瓦尔丘克和梅德维杰夫 已经在门外蠢蠢欲动了 梅德维杰夫先生 您还是请等一等吧 您这么重要 我们要将您放在后头重点介绍 只有您出场之后 我们才敢讲述普京沙皇的故事 第四个走进普京办公室的 还是先请控制俄罗斯银行和舆论的 科瓦尔丘克吧 请进了吧 科瓦尔丘克先生 尤里瓦联金诺维奇 科瓦尔丘克 站在门外搓了搓手 犹豫了一下 还是推开门 大步走进了普京的办公室 他并不是代表自己一个人贴近普京的权力中心 事实上 他代表着整个家族走进这间房子 他们家族现在牢牢控制着俄罗斯银行 俄罗斯国际统一电力系统公司 俄罗斯的媒体帝国等等 科瓦尔丘克1951年7月 生于列宁格勒知识分子家庭 和罗腾伯格同龄 比普京大一岁 大家应该留意到了 普京身边好多重臣 都是1951到1952年出生 他爸是列宁格勒的大学教授 母亲也在该校任职 一般父母是教师的话 孩子的学习成绩都不会差 科瓦尔丘克顺理成章 考入列宁格勒大学 一口气读到35岁 获得博士学位 读硕士时 他在约服物理技术研究所 搞半导体和激光专业 并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阿尔菲洛夫的助手 后来很多俄罗斯的权贵 都在这所研究所上过班 比如前教育科技部长 福尔先科 前铁路集团总裁亚库宁 苏联解体后 科瓦尔丘克在所里 一直混到研发中心主任 又担任圣彼得堡 合资企业协会副会长 1990年在这儿 认识了纪姆琴科和卡特科夫 以及自己的上司 圣彼得堡市政府 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普京 还有普京的秘书谢钦 大家都混成了好友 经常下班了 一起去海鸥酒馆喝啤酒 这说起来 个个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科瓦尔丘克的发迹 从俄罗斯银行开始 俄罗斯银行成立于1990年 本来是一家公有制信贷银行 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会 占48.4%的股份 国企俄罗斯影像生产技术联合体 占43.6%的股份 这家银行最早归中央办公厅的 克鲁琴纳管理 1991年 苏联发生由国防部长 跟克格勃头目 苏共中央书记 联合发起的819事变 软禁了戈尔巴乔夫 阻止苏联解体 本来政变肯定能成功 美国方面连老布什都放弃了 但鬼使神差的 居然被叶利钦给告黄了 克鲁琴纳也卷进了这场政治风波 据说被人从阳台上推下来摔死了 俄罗斯银行有5000万卢布的苏共储备金 是苏共拿来做党务建设的 克鲁琴纳死后 索布恰克让普京去清查俄罗斯银行 普京从此 跟这家银行有了很深的交情 1992年12月 克瓦尔丘克这时候想收购俄罗斯银行 但他没有足够的钱 并连同约服物理技术研究所的三位校友 物理学家米亚钦 富尔森科 以及国际研究所国际关系负责人亚库宁一起 向当地的一家习厂拿了笔贷款 买下了这家银行 俄罗斯银行正式改制为股份银行 克瓦尔丘克被任命为 俄罗斯银行董事局副主席 在克瓦尔丘克入主这家银行后 市长索布夏克要求在该银行开设几个大账户 再加上克瓦尔丘克1990年认识的 基奈克斯石油公司已来帮忙 走账都从俄罗斯银行走 无形中帮助俄罗斯银行日渐壮大